说声清冷暖 苏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一到过年就是准备年货的时候 除了大包小包的特产 还有家里老人孩子的礼物 过个年 我就跟打了仗一样 全身虚拖 其他的我不担心 就是小姑子的红包让我无所适从 老公张晨 上有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大哥 下有一个大学刚毕业 刚工作的妹妹张源 而自从我嫁过来 每年都要给这个二十好几的小姑子压岁钱 给少了 不仅婆婆对我冷嘲热讽 连张源也懒得喊我一声嫂子 相反 他们对大嫂倒是毕恭毕敬 就差给人家点头哈腰 大嫂娘家是做黄金生意的 听张晨说 当初大哥结婚的时候 大嫂娘家陪嫁房子车子 大嫂嫁过来那天 脖子上带了八块黄金珠 手上带了满满的十个金戒指 十个金手镯 金灿灿的 闪得前来喝喜酒的人羡慕不已 所以 即使大嫂和我一样都只生一个女儿 婆婆对我们两个态度却截然不同 每次大嫂一家回来 婆婆又是杀鸡又是买肉 恨不得搬一桌满汉全息 而我们回去 婆婆不是借口说腰疼煮不了饭 就是田里活还没干完 要我们自己下米煮饭 不过 我对此不以为然 反正我们也只是过年住几天 张晨知道婆婆的德行 每次都好生好气的安慰 我不要为鸡毛蒜皮的事伤身体 不值得 这不 上星期 婆婆打来电话问 我们什么时候到家 当张晨说 可能要大年三十才能到家时 婆婆没好气地回答 你们就不能早点回来帮帮忙 一大家子的饭等着我煮啊 张晨应付说尽量早回去 一旁整理衣服的我 不禁发起唠叨 埋怨他妈妈就是专挑软柿子捏 凭什么要我们早点回去做卫生 而大嫂一家每次都是 等到年夜饭开席了 才姗姗来吃 我们都要提早一星期回去 洗洗涮涮做卫生 什么晒被子 贴春连 拖地做卫生 我们回去做卫生就算了 婆婆每次都要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们把大嫂的房间整理干净 说她爱干净 见不得脏乱差 她难得回来住几天 得让她住得舒心 我跟张晨抱怨 我们也坐了一天车回来 也很累 你妈不问我们肚子饿不饿就算了 还要我们给大嫂打扫房间 把我当佣人啊 张晨劝我不要计较 然后她让我坐一边休息 她自己又是擦桌子 又是拖地 忙得不一乐乎 我心疼张晨 只得和她一起干活 而婆婆双手插腰 来回视察我们做卫生 一会儿嫌弃桌子没擦干净 一会儿说地板还有水渍 我们就是吃力不讨好 张晨对婆婆还能容忍 我是实在忍不了了 卫生做了一会儿 就说坐车头晕 回房睡觉 婆婆在身后大喊 娶个好吃懒做的媳妇 所以想起婆婆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就真心不想回婆家过年 这次张晨说张源交了个男朋友 春节期间带回来见家长 婆婆让大家回去把把关 大家都回去 我们没回去不太好 出发前 张晨还提醒我给张源 和她男朋友准备礼物 女孩子都爱美 我给张源买了条 名牌店的连衣裙 那个档次的裙子 我自己都舍不得花钱买 至于她男朋友 我觉得买茶叶比较合适 像皮带钱包这类贴身物品 应该是最亲密的人 卖给对方 谁知 就算我尽心尽力讨好 人家还是不领情 吃过年夜饭后 按照惯例 我没有给张源包了红包 张源当着大伙面 拆开红包 撇撇嘴 啊 才五百啊 二哥 你怎么这么小气 是不是二嫂不给你零花钱啊 一些说话间 满屋子人哄堂大笑 我的脸红到脖子根 张珍解释说 今年奖金没多少 明年一定给她包个大红包 我知道张源是故意让我们难堪 还是真像婆婆说的那样 她还是个孩子 说话不经过大脑 好了 圆圆 你看二哥还给我们带礼物了呢 她男朋友见证 出来替我们打圆场 张源把我给她买的裙子拿出来 在身上比一比 最后问道 二嫂 这不会是网上买的吧 我跟你说 网上很多假货 你要小心 最后 她一脸嬉皮笑脸地看着我们 说着 这傻牌的茶叶啊 我们只喝正宗铁观音 好了 圆圆 别说了 大哥见我们脸色越来越难看 拉着她的手 示意她别再说话 我早已被她气得不行 脑壳疼 谎称身体不舒服 回房睡觉 紧接着 楼下传来张源夸张的尖叫声 随即是一阵闹哄哄 我先太吵把门关了 带着女儿看起春晚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大年初一早上 婆婆没来由地对我一阵谩骂 我费了好大劲 才把事情来龙去脉理清楚 原来 昨天晚上进房后 大嫂给公婆三万红包 外加一个玉手桌 给张源两千红包 加一套高档化妆品 给未来妹夫一块名牌手表 粗略算下来 大嫂花了五万左右 这么一比较 我给张源的五百压岁钱 显得那么不上台面 还直接导致婆婆横竖看我不顺眼 她不客气地说道 看看你大嫂出手多阔彻 就你这小家子气 好意思拿五百元 我都替你丢人 婆婆甚至怪我 故意不给妹夫面子 指责我明知道张源 带男朋友回来 竟然不给带点好的礼物 这让张源以后 在婆家怎么有底气 我欲哭无泪 为了给张源买裙子和茶叶 我们这个月的房贷 都有点捉襟见肘 可婆婆和张源 不但不体会我们的辛苦付出 反而嫌弃我们拿钱少 李无清 李清钱一重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笑话 婆婆丝毫也不体谅 我们刚买房 经济压力大 而她那个财大气粗的大儿媳妇 是含着金钥匙出声 最不缺的就是钱 我和她之间 就是天差地别的距离 哪能一概而论 在卫生间洗漱的张辰 听到婆婆对我的责骂 还没来得及刷好牙 她不甘心地对婆婆说 妈 我们什么情况你也知道 怎么能跟大嫂家比 婆婆瞪了张辰一眼 怒气冲冲 咋了 说你媳妇你不高兴啊 吃里扒外的东西 说着 婆婆自顾自地转身离开 张辰知道我受委屈了 安慰我不要往心里去 说我们吃过早饭就离开 一秒都不想多待 可是吃过早饭的时候 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在我们那边 大年初一早上 要吃长寿面加一个鸡蛋 我装好面 准备给女儿端过去的时候 婆婆突然大叫 呀 谁让你们吃鸡蛋 那是给芳芳的 你们吃了 芳芳咋办 快点给我放回去 一时间我尴尬至极 手足无措 大家纷纷看向我 张辰开口说道 妈 那么多鸡蛋 也不差这一个 大嫂也帮我们解胃 妈 我也不爱吃鸡蛋 婆婆见我不为所动 直接走过来 把碗里的鸡蛋挑出来 放在大嫂碗里 假装呵斥她 初一早上必须吃鸡蛋 来年顺顺当当 一时间 我就像街上的小丑 接受着来自四方复杂的眼神 有同情的 有嘲笑的 连那个鸡蛋 都在骂我丢人现眼 我最终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把碗摔在地上 对婆婆吼道 什么破鸡蛋 我还不吃了 以后别再叫我们 回来打扫卫生 你爱咋咋地 我受够了 婆婆一时间呆若木鸡 她没有想到 我会大动肝火 她指着我 怒气冲冲吼道 你给我滚出去 随即拉着张辰 哭天抹泪 叫喊着 儿啊 看你娶得好媳妇 大年初一竟然敢摔碗 咱张家的风水 要被这娘们坏了呀 你赶紧收拾你媳妇 张元也跟着婆婆 指手画脚 说我不尊重老人 说我不孝 一直在家 没什么地位的公公健壮 冲上来要打我 张辰横在中间 叫我先离开 她对公婆说着 爸妈 你们别火上浇油了 这个家既然容不下我们 我们马上走 好好的一个春节 我们忙里忙外 最后 人家不但不领情 还觉得所有的付出 都是理所应当 那些不珍惜你付出的人 就算你再辛苦 也换不来一句谢谢 我们走后 大嫂也离开了 她给我发了微信 说从她嫁进来的第一天 她就知道 婆婆是个势利眼 她说能用钱解决的亲情 都不能算亲情 她劝慰我大过年的 不要给自己找弃手 既然知道婆婆的为人 以后少接触就是 不得不说 大嫂比我看得开 婆婆下楼梯 不小心摔倒住院 她给大家都打了电话 要求我们回去伺候 大嫂给了点钱 说店里重新装修 他们走不开 张元订了机票 和男朋友去旅游 不能改计划 婆婆就要求我们 回去伺候她 我跟张晨说 你要回去照顾你妈 你回去 我不阻拦你 但是你不能要求我回去 张晨怂怂肩说道 我怎么会勉强你呢 我妈什么人我最清楚 嫁给我 委屈你了 第二天 张晨买了水果 去医院看婆婆 我偷偷跟在她身后 随她到了医院 趴在病房门外 清楚听到张晨 跟婆婆争辩 妈 以后你别拿嫂子 和我老婆比较 要怪就怪你儿子 没本事赚大钱 你如果不欢迎我们 我们以后都不回家过年 说完 张晨放下水果 扬朝而去 她看到站在门口的我 一起牵起我的手 头也不会离开 任由婆婆气急败坏 拍打窗铺 大喊大叫 你个没良心的 吃里扒外的东西 我问她 你走了 你们没人照顾怎么办 放心 我和大哥请了护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大家